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阵后手方的赵国荣老师 也是来自黑龙江队棋牌管理中心的赵老师 好 这盘棋双方是大斗散手局 大家知道赵金城棋艺风格应该说是比较灵活多变的 既有能工的一面同样也具备这个扇手 他也是多届少年赛的少年冠军 好 我们来看看这番队局 双方是以过攻炮的骑马去开局 赵金城他布局方面我觉得主要是全打一招手 并没有说的特别突出的布局 好像他挺喜欢开先走过攻炮 对 他整体的布局的格调是比较喜欢走散手战 对 然后中局再跟对手去较量一下中后局的功力 这个一般是他先手棋的打法 对 他后手棋倒是挺有研究的 他走一些比较冷僻的一些老变化 就说在一些需要拼命的时候或者说需要格斗的时候会经常这个使出来 比如说去年在对阵我们经济联队的时候 他就两次都立着功了 分别战胜了金波和蒋川 其实对蒋川这番旗他走了一个顺炮 对金波带走的顺炮 但是对蒋川这番旗他就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气子变化 这个应该说是这个独处仪式 他这风格是比较奇特的 喜欢从一些老变化中找一些心意 那么现在的洗手呢 大多数都是对当前流行的布局比较看重 然后就说王天一啊 张维彤啊 赵兮兮啊 这些榜样们都走什么了 然后大家拿回来再仔细拆解 然后撩人一胸 但是这个像赵金城这样呢 另辟吸引的人呢 确实为数不多 他是不学别人的招 就是设计自己的思路 从这个老谱当中呢 争取呢 找出一些这个 再赋予实战性的这些东西来 对 那这个旗呢 倒不如说的老谱 也是较为新式的走法 黑方798 这个顾红炮呢 大家对他比较熟悉 除了叫顾红炮以外 还有一个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这个就一般不都是都称呼为过宫炮 这还有一名叫偏风炮 偏风炮 为什么叫偏了呢 一般是我们走的当头炮 对 中炮 这是最多的 无论专业的业余都爱走 这个呢 比起当头炮来讲 它不是有点偏吗 就叫偏风炮 偏风炮 对 这个炮呢 就是叫金钩炮 或者叫大过宫炮 大过宫炮 它有很多种叫法 因为这个为什么叫金钩呢 因为它这三个死形成像一个钩子 对 这个呢 这是过宫炮 走这过宫炮又过去了一招 叫大过宫炮 赵金城有时候也喜欢走一些金钩炮 一些冷玩的布局 对 它那个去年那个快级赛 电视快级赛 对 它这个后手棋对王庭一 王庭一走先止路 它就砰来一个金钩炮 但是那个比赛呢 可能大家下的会更加轻松 对 赵金城他应该是下棋反应很快 在快级赛上也是 每次都是屡见其功啊 而且在这个13年的个人赛上 他也是战胜过寻川老师啊 以这个个人第六的一个家级 获得 当年的黑马 对 还有寻川那一盘棋呢 当然我们回来也都看了 对 确实的寻川是优势的棋 被他呢 最后是这个战术呢 袭击成功 对 所以说呢 当年的这个寻川呢 这个 骑走到这儿背 这个最后呢 寻川是没得了冠军 就那一年如果许云川 在优势的情况下 如果再把赵金城赢了 就是五连胜 没有很大的机会啊 对 五连胜呢 赛城就进半了 那以许云川的功力 对 一般人想赢他也非常吃力 反正他迎迎合合 基本就锁定过 结果 优势的棋对赵金城呢 翻了盘了 心情受到影响 后边的仗呢 就是起起伏伏 最后呢 弄了个前三名吧 对 我们来看时战 对 赵金城呢 他走的是骑兵 然后黑方呢 足其进一 拱其足 接下来洪方跳正马 八进七 赵老师走马二进一 对 洪方 这个时候他走了一个 比较冷僻的走法 对 走居一之后 就走到这呢 以往呢 我们这个骑手下的最多呢 就是向三进五 还有向七进五 这两个向都可以 至于哪个向好呢 这个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但总之呢 对 洪方要补一首相 以后再看能不能拘一平二两拘 再酌情考虑 是直拘还是横拘 对 那现在洪方就直接出拘了 那唐唐你感觉 这游戏怎么样 你对这游戏怎么评价呢 因为我也查过资料嘛 你也查资料了 对 看这个赵金城 在去年的联赛上 也是多次运用 他下了几盘 至少下了有两三盘了 而且不只是联赛 就是关键场次的一个会计赛上 他也经常就是突然就 拘平二 对 我看黑方有时候走居一进一啊 有时候也走 炮二平四啊什么的 什么都有 对 都有 就是 当然也有像赵老师这盘 走炮八进四 就是给我感觉 一看红帮这个居一平二 大家也没见过嘛 就是压力还是挺大的 看这气 但是他 他就是 就看着他也 是否也是不怕 黑帮这个封居 所以说他也是强行出居 不能 我觉得话可能应该这么说 不是说他不怕他封居 对 就是说呢 他不为他封居 是 就是说 或者说他对他的封居呢 或者他有什么新的一个招法 或者他对这个封居呢 他有了一定的准备 对 有了一定心理的准备 嗯 那么有准备了 也就 并不意味着人家就不疯了 对 那么赵国荣老师呢 嗯 毕竟呢 身经百战 大家都应该说都比较熟悉了 他也是四届全国军获得者 老将 以这个五叔 五十六岁的这个高龄呢 依然活跃在这个向甲的战场上啊 应该说现在是最为活跃的这个 岁数最大的老婆特大了 对 因为这个柳德华老师呢 今天可能由于个人原因呢 基本上就不打了 嗯 吕钦呢 跟赵国荣岁数到差不多啊 这个吕钦老师呢 可能行政事务更多一些 所以 基本上也是半隐退状态 偶尔关键场次的出来 下一盘 大多数比赛是 是不怎么上场的 对 那么就剩下赵国荣老师呢 就说在过五十岁以上的这个 一支独秀 对 他这次也是带领黑龙江队 这个获得这个团体第二的一个成绩 还是继续这个炮八锦死风居 那你感觉这周期怎么样呢 这个风居 感觉效果还挺好 这样鸿帮这个视像 暂时是补不起来 因为随时有炮八屏幕打击 这种棋啊 我觉得是 黑方势在必争的 这部棋 不是说的挺好的 但是正好是像这个炮八锦死以外 黑方也有很多选择 比如说我也可以炮二锦死 也可以就鞠一锦一掌� 但是这种棋呢 就是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 我对这个棋型的理解吧 就是说这个鞠马炮足 但是这种棋呢 就是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 我对这个棋型的理解吧 就是说这个鞠马炮足 这种阵型只要 这种把它封住 对 红方没有很好的办法 解决 打开这个封锁的话 那么黑方这个封鞠就是 有很大价值 对 主要现在试相补不起来 而且势在必争的 对 这个棋走其他的都不对 炮八锦也来不及 是吧 炮八锦 炮二锦三 你还没冲呢 人家对方先冲上你 对 那如果这红方连走两步 当然可以了 对 你能把这个解开这个封锁 对 这种阵型的话 这个就像二战人打仗时 这个破兵架 对 这个破交战 把这个打开 你封锁我这个海面 我把它打开 但是现在这个棋呢 确实打不开 打不开就实战也证明了 黑方走这招是比较好 因为这种棋啊 像棋啊 就必须 你得让对方感觉到压力 不让他那么舒展 那你不走这个 你走其他的 红方都容易 把棋呢 走得 形状啊 走得好了 所谓形状好就是舒展 对 你让他什么局也能过去了 又压着你打 那一般来讲呢 对 像这个赵宏老师 他们这些老牌特大 他是比较敏感的 对这些棋 那接下来红方呢 招法也非常积极 他像 试像补不了了 因为打这个中兵一僵呢 这个太大 这个红方无法忍受 又吃中兵 又杀你个回头鞠 所以红方只能动 左翼的子力了 当然直接走破了苹果 这肯定看上去也不好 那有点重复了 对 他的仙状效率 明显就低了很多 红方就选择了 冰酒精一的走法 红方这个棋 他也尴尬在哪呢 如果马七斤六 你看这招是怎么样的 假设走这招是起 那会不会就 泡二战三打一下 对啊 这个马没地儿跑 这个马很尴尬 灯中兵人白灯 你一泡了 有人泡二战二 那保住了 下不及人家还能飞向 就解脱了 对 所以这个马现在上不去 那马跳不了 你再回来 对方又白走一步 又白七斤条跑 所以他马七斤六走不上 你看那这个泡花剑 我刚才说了 不行 人家泡二瓶三 泡二瓶三 也没异 那你泡二瓶九 人家居一瓶三 他先出局了 对 所以说作为红方来讲 在被封以后 他能动得起子 可选性很小 对 这就是说 有的局面你选择性多 比如我们相机上来 大家说 走什么都差不多 其实都差多了 他每步棋的配合 和这个作用都不一样 看来这个一步居平二出来以后 被封住居以后 反而感觉有很多子 是不能乱动 这个局面 相机 它很重要一点 就是在于双方相互治愈 对 这个也是我们棋的一个 主要的理念 其实你说我们这个兵家的 因为相机大家知道 模仿的是古代兵法 对 象征着双方这个 古代这种军事斗争 红黑两方 敌对双方 所以打仗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 也是制约 对吧 我限制你 不让你进攻我 对吧 我把你这个 梁三给你烧掉 对 让你这个后二起火 我把你这个 城给你围住 不让你出来 所以这炮八金四 其实也是一种限制 它是一种封锁 封锁 封住红方的居马 实际当然广泛意义来讲 也可以说是一种限制 对 形成限制的 这个功效 是 它是一种封锁 那红方呢 现在打不开这个风 破风战 打不开 对 那现在呢 这其他紫又不好动 这鞠住纤一呢 这属于目的 不太明确 要干什么 不太明 对 这儿吧 就是有点绕远 好 那反而给黑方 好 暗费下三进五 炮二平三都 都还不错 所以红方呢 这里呢 它也是既定的招法 就是走冰九级 它也是在等待 对 如果你在等的话 红方有可能将来 边线突破 对 这个鞠呢 叫大处鞠 从这杀出去了 就等于红方呢 这个要求呢 左翼的磁力呢 速度比较快 因为这工号的 这个阵型 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左翼磁力 是比较集中的 将来它会有一些 这个展开磁力的 这个机会 他也希望 从这个左翼 来寻求一些补偿 因为右翼 已经被封锁住了 那黑方这个时候呢 它再走炮二平三 这个就符合 它的战略出众 就说黑方 左翼是封 然后右翼是争取 赶快投入战斗 因为这个棋 你不能补三项 补三项 你这边马 将来没有根 对 你狙击一呢 动作赢了 狙击一长起来 它也是对边 对 所以说呢 你看这个象棋 发展到 终局阶段的时候 往往可选的招法 就很少了 子力接触 越密 对 那基本上 就一种招法 是最好的 没有第二种 在终局阶段的时候 对 肯定要选择 一个最佳的招法 那黑方 炮尔平三呢 应该说 走得也算不错 他主要是想把 右翼的亮出来 这种棋呢 就是看 红方这个几个子 怎么动 是否对 黑方的形成 更大的压力 如果黑方认为 自己能够疏解 能够疏导 那他炮尔平三呢 就成立 那这个棋呢 马上就叫 进入中局的 这个战斗了 好 那么红方 就马上接走了 一个炮八进 来 试图呢 把黑方的右局 也封住 对 等于双方这个棋呢 很有意思的是呢 就形成了 封锁与封锁 你封我这个 我封你这个 相互封锁 到底在这个封锁战当中呢 谁能占得便宜呢 那我们稍后呢 再为大家呢 继续做讲解 各位企友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 赵金城 直红旗对阵 赵无荣的 今天在 团体赛当中的 这个精彩之战 红方泡花进入以后呢 黑方呢 这个旗珠 你要飞向啊 无论你飞哪个向 你就上当了 有一些俗气 正好被封住了 比如子弟 嵌发活力 对 那么黑方呢 采用的是抛腾进三 但是除了这个 抛腾进三以外呢 还有一种招法呢 也提示给大家 就是黑方强行马七人救 直接跳马 能保留这个苏三进一出 那红方会不会抛六平五 这儿黑方呢 也是依然不顾 因为你打过去呢 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这儿在局部上呢 就直接放弃了 因为黑方 黑方这棋不能补 你补 与跳马的思想就相违背了 对吧 你就矛盾了 就缓了 你既然敢跳马出来 就一定呢 是想走这个对攻 对 因为你补了 就让人对方一将 人家并攻击 人马上也攻击中马了 那么黑方肯定就亏了 你既然走这个了 就是选择双方对攻的招法 那这样他就打中兵 然后他最近在拱兵 在过兵 对啊 这棋红方也是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个进攻手段 这棋没有把握 对 我居拔进三桌也是先 或者你先桌一下 这也行 或者黑方先桌一下 先桌 如果稳健的话 就让他这个炮的空间更小 那还得退一步 然后再过兵 再拱啊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暂时呢 也没法呼应这个空桌炮 这空桌炮本来也是很厉害的 但是呢 它子力配合不上呢 黑方有这个足够和呢 这儿红方呢 也应该说顾级也很大 对 后面大子没有跟进 对 但是黑风这种走法呢 当然也是比较冒险的 对 那赵老师呢 向来他这个基调呢 也是稳扎稳打 他也是比较稳健的这个棋手 他也不愿意把棋局走得 难以这个把控 赵金城呢 实际他也是相对来讲的 比较稳的棋手 但他只会有的时候 他的爆发力呢 又强于一般的人 对 就是说他的这个 能够与对方这个 争夺胜负的这个能力呢 还是可以的 方天天打 那红方马716 这期红方仍然是不适合飞向 飞向他还是要面前 跑二瓶五灌枪 对 飞向他这个炮 可能还会进一 对 你飞向灌枪到不行 灌枪他飞了你 对了局他登回来 你飞向他 这样炮丹尼压一步 红方两个马都受制 所以红方不能忍受 炮丹尼他马716 那黑方局一平二 局一平二两局 红方再出来 这儿呢 就等于是双方各封了 一亿的这个局 那就看其他此地配合了 赞神这一代 黑方是足三进一 除了足三进一 当然走炮丹尼压也是可以 然后红方呢 看到这个棋呢 反正也没有 对他选择炮陆平五 他也不好 他补向的话 看人家也是炮三进一 对 再补试这个 随时还有这个足三进一的棋 是 这些可能 就是你补向 他浸泡 对 如果你在捕市 或者你都是走这边 他这棋还有这么松 欺负你这个马 你飞的他又打架了 对 这个杀一个回头鞠 然后将来他可以多一些兵 对 红方这个的地方呢 也没有得到实际的便宜 就是他会有这样的担心 这是一种假设吧 所以说红方呢 看就说不是像这种思路 他觉得不满意 他就炮六瓶五 黑方十四进五 补一手 中路是不能老不补 红方就强行把他进五登 对 这也只能交换 和这个马五推三也挺厉害 因为红方 黑方这个时候打僵 红方呢 可能就把他登了 对 然后将来呢 这还有个马五进六 你要是吃居的话 马五进六 你掌业五居 他泡泡平五进 一僵就搬这个去出 对你要回去的话 那这个马五进七 就说红方子律太活 对 这个加上中炮这个攻势呢 黑方这个棋呢 有一点 对 这时候泡八平五江 还是为时过早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呢 因为这个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呢 可能都是对象棋呢 或多或少呢 都是懂一些 对他都比较喜爱 但是对这里边的机关呢 还是要给大家呢 做一个明确的这个好坏 做一个定性 对 这样飞翔 这二的棋呢 就等于是 黑方呢 等于把这个子弟啊 也顺势呢 补牢了 红方呢 也把这个中族夺过来 应该说这一段交锋呢 双方呢 应该说各有所得 基本上还处在军事的这个状态 不过张老师 你看这个棋 我当时觉得 乍眼一看 是不是应该红方好一点 因为黑方这个一路马 以后该怎么解决 因为红方这个三路马吧 他以后可能会从中路 会一个 或者说补相啊 把三兵给对开 但是黑方这个一路马 是怎么解决 您对这个阵型是怎么理解 这个棋现在是这样 就说呢 你刚才说的那个马和马 那只是一个局部 局部 我们看这种棋呢 必须要站在这个宏观的高度 对 这个全局的高度 因为我只想到了 觉得这个黑方这个编码很别扭 那这个一路马总是出不去 那个马呢 那个位置呢 不要紧 对 尽管呢 暂时发不出力来 但是红方也没有负义的兵率呢 去攻他 是 红方呢 这个暂时呢 也不容易走过 双方呢 这个各封一个局呢 就是在这呢 基本形成了一种对峙 物质力量呢 也是完全一样 四个兵对四个足 兵种也都一样 那就看具体位置的 黑方好的地方呢 就是把视像补起来 对 但是红方的中兵呢 他速度要快一点 是 在一个他的马活动的 这个空间呢 要比黑方这个编码呢 更大一点 对 这也是红方的优势 所以说综上几项分析呢 应该说整体来上 还是接近的 这个棋呢 双方都没有什么 更多的棋 对 也呢 不容易让对方出生棋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双方现在还没有分出 高下的这个地方 是 可能红方最大的顾虑 就是这个视像 现在还是没办法去 你现在飞 他有抛三尖二 还有打马的 对方打你是先手 对 这个马挺痛苦 你回到这吧 你待会儿还是不好动 对 而且将来对方拱足都是先手 这个总是有这个 抛八平五打僵的 另外黑方还有这么一个手段 对 这样一拘二 红方肯定是不肯 对 所以红方先走兵股级 这招题呢 就是为将来 飞向呢 也是有一定的作用吧 另外他想把中兵股过去 这个棋啊 就乍一看 确实像你所说 好像红方比较主动 对 这个以后马三进五 向三进五 并五进一 这都有棋 比如说或者说 他下戏一点 先把试补一下 对 这个棋呢 我们就看出这个 赵古龙老师啊 他这个棋很有功力 嗯 就是他呢 在看似呢 并不是特别好的棋呢 他能够找到这个 非常好的硬招 能够把这个局面呢 平稳呢 向自己不吃亏的地方过度 如果你对方出现错误呢 他甚至反隔一击 他们这个老牌特大呢 就这个能力特别强 对 他先去把警察捉一下呢 先看你态度 你这里边有几种走法 这第一感觉肯定是兵五进一过兵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这个棋 他现在倒走不上了 对 因为你中路上没有捕试项 对 但是这个棋呢 他黑风有这么一个好棋 他再去拔棋 这招棋呢 确实是不容易 这个发现 但是他下不棋 他就盯着你这一步棋 准备过兵 对 吃中兵 他把你杀了以后 就把你中炮吃了 如果你 你这个棋走这个呢 他正好打你 他这个呢 就变成这个先手了 对 所以走到这的时候呢 红方没有可能拱这个 而是选择了鞠八进六 这儿呢 红方左鞠的负担呢 就中了 饱两个炮 接着这个机会呢 黑方马上就输通这个 三兵 这也是好棋 正好对过来 它是什么意思呢 他准备这个炮 七退三 来把你这个炮 减弱 对 你这炮八进一 这还买一退三 东居的 对 他连续腾挪 腾挪以后呢 这个棋呢 可以说呢 黑方呢 就有空间了 这个马就火了 对 红方还得先防着这边 这个去炮五根 这个棋呢 等于是到了 最关键的时刻了 对 绝不能让对方 顺利的炮七退三 或者说毫无代价的 炮七退三 是不行的 对 那么后来这个棋呢 就是说 红方呢 这个地方呢 确实呢 比较精巧 他一招是走 冰九进一 先送个冰 这招棋呢 一般不容易发现 这个是倒推理 怎么推出来的呢 如果你先走炮五平散 隔断他 他会打这个冰 然后呢 你这个马 你看上啊 还是没脚 他都封住呢 对 那你先把这个送了 等他吃了 你再炮五平散 对 你下部这个马三进五呢 就有力度了 将来马五进三就有脚了 那这还是互缠的一个局面 对 这个棋呢 应该说坚军事 如果拱 对方如果退 就正好拱下来 吃着马走 这个棋就双方呢 基本上是一个导向军事 很有可能呢 势均力敌 下成合棋 也属于正常 因为你看他一吃一吃 就全晃光了 但是这招棋呢 临场呢 确实不容易发现 对 很难去找到一个 那临场呢 这个赵金城呢 他的想法呢 还是沉醉在这个 优势当中 对 他还是 这时候退就可以 对 他还是想呢 再争取呢 欺负欺负老将 对 跟他纠缠纠缠 因为毕竟赵金城年轻嘛 今年二十几岁 比赵老师小一半还拐弯 对 他这个时候呢 古农兵呢 就是一个冒进 这招棋呢 被黑锋抓住以后呢 这个棋就很痛苦 甚至是一发不可收拾 对 黑锋直接抛击苹果 现在黑锋要走这个动作 对 强行砍砲 一拘 切炮就把你也砍在这了 对 那么忙碌当中呢 红方就拘八退二 这个地方啊 红方事后呢 来看呢 唯一的走法就是拘二进三 就是一拘二是吧 对 那这样交换 对 换了以后再打回来 尽管一压马 再回马 这棋也落后 对 但是比实战呢 还是要好 就说还有周旋的余地 他这上将也不行 上将他还可以 炮八平五强行将 这个锅要丢 八路锅要丢 将 他出这边就将死 出这边也将死 对 他还得炮五拳二气局 对 那肯定不行 那气也得这么砍炮 对 不能上将 上出来这招细节的 因为你 你这个炮打回来 这个锅是诗根的 对 那红方呢 他临场呢 他也是忙中出错呀 赶紧这个 回来防守 他以为这个锅盯着炮 问题不大 反正一打 我就把你出入 你杀一间 我在顺势 补招视相 对 那少一个组也问题不大 但是没注意 黑方这个时候呢 继继续施展妙手 对 他走了 足三进一 足三进一 他等于把红锅 这个切断联系了 就是 锅不能走开了 红方这个锅啊 负担太重 对 你锅躲开 他还是叫 锅八屏五砍炮 对 所以他也是很无奈啊 就只能 吃足 对 只能 弃子 那这个时候 黑方炮五拳二 一僵 一吃 他一吃 这等于红方 在丢子以后呢 黑方就走得 非常轻小了 对 这个多子 这个赵老师 下得非常好 嗯 那我们来这里 简单给大家摆一下 嗯 开点 红方看这个锅 反正 点这个 对 他俊后 对 他把像撞掉 嗯 他一僵 对 这多子的阶段 大家来简单看一下 一僵 黑方怎么入局 他制式 他最主要 这一带啊 他这位置不好 锅二平一 锅五平七 他对鱼呢 又合不了 他只好 对 然后再吃个冰 希望红方 黑方下这个 鞠炮残局 他马只能回这 回这了 要切霜 对 这里 这个也没办法 这个鞠 鞠 鞠马炮 这个没办法 进来了 他杀一僵 这白少一个子 这个是没有办法 露相 他一僵 然后一点 这个时候 他不能回想 回想 他这有点让楼鞠 在马次级六 就特别厉害 对 这也还是马次级六 他也回马 好 这个棋走到这儿呢 最后就洪荒人负了 对 因为下不棋 马而进一呢 就把这个鞠登死了 正好没有鞠气瓶 那最后一段呢 由于时间关系 不给大家做细评了 但是黑方这个赢的呢 还是比较干脆的 对 那么最终这盘棋呢 黑方呢 赵公文老师呢 取得了胜利 那好 这盘棋呢 就为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谢谢 观众朋友们再见